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的8月 日本投降之后 原住民青少年为了找工作还有读书的问题 被国军征召派到中国大陆剿匪 可是他们却搞不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 也不知道为谁而战 而就在国民政府牵台之后 他们被遗弃在大陆 而且为了生活加入共军 甚至还被派去打了韩战 而就在多年之后 他们终于能够返回台湾的故乡 但是没有想到父母亲却已经不在人世 而且还撕去了原本的房子和土地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享受不到跟荣民一样的待遇 所以只能够租屋度过晚年 而他们的生命伤痕 由都兰山剧团整理演出 并且在今年的2月28号首演 剧名就是路有多长 希望可以为都兰部落建政战争 留下重要的历史记忆 一起来看到我们的专题报道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之后 在台湾的日桥和日府 分批从基隆码头搭船遣送回日本 同年10月 国府派军来台接收 各界在台北中山堂 庆祝台湾光复节大会 到了1946年的5月 驻台国军奉令在台枕边 为了提高战力 国军第70军举行野营野袭 陆军部队为了要补充兵员 都以报效祖国防卫台湾的名义 征召台湾子弟投下国军 从1946年开始 驻台国军以读书工作为由 在东部征召都兰部落青少年50多人 分批被送往中国大陆剿匪 结果从此一去不回 60年后的今天 他们的生命伤痕 透过都兰山剧团选择在今年的2月28号 以路有多长的戏码 首次搬上舞台 以保留都兰部落战争历史的记忆 他们以前都是跟我们一样 是阿美组的 可是他帮别人打仗 真的很辛苦 很多人死掉 帮中国人 中华民国的政府光复到台湾 当时怎么讲啊 就是谈兵两年 到部队以后就要学文化 国民党的部队到台湾来 这个时候开始成兵 找兵买卖 所以我们都来的都是年纪轻的都 那时候啊 大概是出去的大概五十几个人 怎么讲的呢 你们年纪轻的人 就当兵 还可以学文化 薪水还是蛮够的 几个月以后还可以回来 这个呢 回不来 到时间都没有 都回不来 三十四年三二月二十号 就突然出去了 五十几个人了 突然了 一九十六年四月份 二二八以前 二二八以后 就开始打赏了 民工国民政府刚来的时候 有一个叫阿姊姊曼的白人 来到忽然 告诉我们说 可以去读书很好 还有钱可以拿 你就去了 结果 最后才知道是去当兵 大家好 我叫做廖敏通 其实 我被一个汉人偏气当兵的 有一天 我接到一通电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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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上面的说 他要把我们的部队 拉到大陆去打仗 那我不是一去赴回 无法与家人团聚了吗 到大陆赌输 很好 有努力 又有钱可以拿 好 大家一起去 哎呀 好 是 摊个吉他 摊个吉他 小佑 小佑 欸 你們那個小兔宅子啊 老闆叫你們想用鑽 你們不用想坐鑽啊 聽不懂哪一種的話是不是啊 最後一個 我知道 你們聽得懂哪一種電話 你同他們翻譯一下 哪邊是右邊哪邊是坐邊 翻譯一下 你追去追去 你怎麼轉呢 向右轉成立即轉 慢慢 慢慢向右轉 向右轉 你怎麼轉 我轉 我來動 好 今天同學好是講平話了吧 好 無故要有運動力 向右 怎麼用 怎麼用是你啊 你怎麼一直想過的站啊 想坐 想右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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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陆军平安快乐 再见 师长陈一帝 民国三十五年十五月 三十六年去大陆 四月份开始 做敌人是面对面 打仗啊 一个一个是共产党 敌人是子弹打出来 所以不能不打 你不打的话你要死 没有感到人的子弹打过来了 想一想 讲一想 眼睛都要红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打仗结果呢 因为是国民党的 党官的配慮 无能 打仗是哪里带个呆呆去打仗呢 国民党的呆呆呆打仗呢 随时打仗的掃子都是 冲啊冲啊 他什么小兵就打仗在后面 所以是 把这个国民党过去 祝福无能 任师长又是北部了 你看看 那之后 有没有北部了 北部了 变成什么军队了 变成那边的军队啊 然后有没有再打国军 打国军打了 打一个月 打一个月 打心背部的 都林总会两个 然后就是变成军队 变成军队 叫过来打 嗯 就是这个党官就腐败了 就带老婆啊 一打打嘛 就带老婆就跑了 不管部队啊 不管部队 没有人去管 没有人自会 怎么是打成仗啊 带部队就走了 换衣服啊 换老婆姓的衣服啊 你说行不行啊 这样子 我说真是当这个兵子 真倒霉啊 有时尊 想要学出 我把也给爱你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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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的时候 我被带到大陆打控匪 结果才一到大陆 我就被俘虏了 然后莫名奇怪的 我变成了解放军 从一年的十月 我又被带到金门的古名头 去打古名头极方战争 在古名头 我又被俘虏了 谁让大陆开析了 大陆开析了 大陆开析了 打倒进步主义 打倒进步主义 赵白标准 赵白不罪 赵白不罪 你 快上下 故意 故意是不是 你们知道吗 这个人 是这个人一个 毛泽东说 坦白不罪 你 你自己说 你有什么 海川 你有什么 我家有两个可爱 用孝顺的脸 像你这种败类 谁要做女人 你这个败类 我们在哪 一天 虽然关心了没有 毛主席才是我 过去 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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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吗 这个人 还是一个最美的地人 黑无力 你自己说 还有什么 我家有两甲地 还有两甲地 两甲地 两个五叉 还有两个五叉 五同六合 是不是基本主义的 是不是基本主义 你们说 是不是 接起你地上的石头 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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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 用孝 起来 起来 你起来 我是走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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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走私派 是走私派 我 干嘛 都 我们心里上都有书 因为我们是台湾人 本来是工作好好的 是 不知不觉 把你给交出去了 到哪里一个杨株桑 这个杨株桑 全无数区 从珠子一击水 韩国跟大陆一个交界里 一个叫亚洛江 就在那个地方 这部队这一过后 一过降就是给美国开始打 一直是打 我当时怎么想 但那场是没有大事 我刚才到北韩去打仗 可能我要是死了 就没一个想法 就说死不了 回来了 我17岁的时候 我去打国共内战 我被扶了 之后我变得马路警察 他们说我英勇善战 他妈的英勇善战 我的部队是中国人 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 我是阿美族人 他们兄弟打仗 帮我闭死 到底为了什么 让我跟敌敌阿兜 就这样分开了 将近60年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到底是为了什么 谁能告诉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算什么 还可以放开我的四个传令吗 我的同胞吗 我的同志吗 我们主人 回来 终于回来 就是在剧中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传达的 因为每当月亮非常远的时候 或是7月15号的时候 都会想念到部落 我是83年回来 不 50多人 其中有40多人横失战场 直到80年代 两岸开放之后 七八名都来于生者终于落叶归根 可是回到了家乡之后 不但见不到父母亲 同时土地 房子也没有 只好租屋过万年 你现在住的房子呢 是人家的 租的 三千块 政府有补助你们相关的经费吗 根据民国九十一年台东县政府的统计 光复初期 台东县滞留中国大陆前台籍国军人口数 共有三百二十一人 返台定居的人数有九十一人 返台定居的郡属有一百零九人 而国防部发给他们的抚慰金是二十万元 到最高八十五万元 你们跟一般的罗兵带一样吗 一样 一样 他对我们是不公兵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是最救养 他们是最 成生风 我们是救养一个月是 那一万三 应该给我们不上 以阿尔巴斯北的 以南的 这个不上凋理 应该是想成 因为我们是大战 其实这个阿尔巴是比破海的 一般苹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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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供的心 我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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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上